Layu 大家好 我是Layu 今天來看波蘭人對上蒙古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哈拉普地圖 先來看一下大約出身點位9點鐘方向 藍色玩家Hera選擇是波蘭人 波蘭人特勝是大莊園爬旁邊撒下農田之後 可以立即獲得8%食物 而且他的騎兵單位有銀罐貴族特選 可以讓自己的重裝騎士一直只要30塊錢 後期其實也是一個不錯的主力 到了非常大後期還有這個烈克提克遺產 可以讓自己的肉碼獲得擴散傷害效果 波蘭人本身來說是一個全能型的微妙 不攻擊都是他的主力 工程器部分也有工程工程師大衝車跟火炮 所以使用上工程方面也不是太大問題 波蘭人他的經濟是一個非常好的微妙 除了大莊園可以立刻獲得8%食物之外 還可以挖石頭時候獲得一些黃金 所以他也是整個遊戲裡面 挖石頭最不傷經濟的文明之一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右上角肥龍 大約出生點位2點鐘方向 肥龍這個文明是蒙古人 也是許多玩家們喜歡的文明 也有著名的蒙古圖記 射擊速度最快的UU單位 也算是四季帝國裡面最全面性的一個起兵單位 應該是說傷害最強DPS 那蒙古人他的打法是比較適合打這個起兵路線 他的步兵路線沒有大槍兵 只有劍兵勇士 他也有槍兵可以使用 但缺點是沒有三級的工兵鎧甲 所以用戰毛兵反擊對方工兵手 就有點弱勢了 那蒙古圖記是比較害怕自己的 害怕對方的步工兵單位或是馬工 那我是覺得馬工可能是還好 步工兵應該是會比較害怕一點 有點造價便宜 但是他的騎兵路線也是很不錯的 有這個肉碼的血量加成 跟草原騎兵的血量加成 那後期的工程路線 弩砲、頭車、通車 三個都是全滿的 雖然也沒有火砲 他的精冠可以讓工程武器移動速度非常快速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兩邊的地圖 那現在看到 YO 不是YO 這個肥龍 肥龍上方有一個金礦 正面快進 這個金的位置就顯得不太好 有點太前面了 但還好主金在右邊的位置 如果能稍微圍出去 也圍到這個高地之上 應該是沒什麼太大問題 那左邊這個位置呢 這個位置也不錯 這裡開個TC平地 後面的經濟也會稍微好一些 整體看起來他的資源點還算不錯 就只有牧區 比較差一點點 這塊牧區很容易被騷擾 這塊也是偏外側的 裡面一個牧區都沒有 但是黃金跟石頭 該有的都有 所以我覺得 問題不是非常大的 好 那看到HERA這邊 HERA這邊是主機在下面 但是大莊園在前面 這個是玩波蘭斯最不想遇到的情況 果子在前面 就意味著大莊園也要在前面了 那大莊園也是波蘭的命脈 所以 只要一被騷擾到 就很容易經濟炸裂 因為通常都會找到大莊園旁邊的關係 所以村民 要離這個TC會有更距離 如果被騷擾的話 村民就一來一往 經濟就會很差 那HERA這邊是18村 點封建 蒙古 Bibi 肥龍 這邊是16村 點下了 封建世代 而且 這邊還 偷了一個織布 上了封建世代又多萬一村 然後再點織布 OK 那兩邊現在都是 一個非常早期的開局方式 那HERA這邊是選擇了 馬舟開局 這時候已經有來了 喔 這邊沒有抽織布 還行 村民應該是不會被抓掉 這個馬舟還差4% 槍兵出來 再回頭繼續蓋好 OK 趕快按一下 赤猴 這裡點下1級農 應該是要來種田打肉麻 那現在肉麻跟槍兵的對決 都是 馬國很常出現的 所以只要你是馬國 對方也是馬國的情況下 槍兵就直接給他按到底 防守來說就問題不大 因為對方也可能會按一堆槍兵喔 所以這槍兵數量 基本上是 不太能停的 除非對方 沒有再繼續轉更多的肉麻 或是槍兵過來 不然至少要來到2到3隻左右的槍兵喔 那是情況可能還要再繼續補 好 那現在目前槍兵來到了3隻 槍兵稍微互錯一下 拉回來 好 但飛龍已經轉出了工兵了 工兵過來 這裡1級射還沒有 現在殺傷力還沒那麼強 好 現在HERA這邊要守住自己的大中原 插劍塔 是正解 沒錯 好 肉麻去追工兵 直接戳死 槍兵就是收掉了工兵的人頭 OK 好 但是即使插了劍塔 這個大中原喔 還是沒有辦法完全守住喔 這就是波蘭大中最難守的原因喔 那如果真的要完全守住的話 可能還是要把自己家裡圍死 不然就是要挖石頭插劍塔的方法 好 這邊再稍微圍一下 不然會流進來 OK 工兵現在來到2隻 有一級射了 現在射程名開始有點傷害了 好 這個木牆 要不要再修一下 修好修好 哇 被蛇死了一村 3隻弓兵的傷害實在很高 現在HERA要打贏的話 一攻一定要好 品種的話可能等不到 好 但是對方退了喔 那就有機會可以點品種 但是沒有挖黃金 所以品種沒機會 還是要點個2級的 比兵鎧甲呢 好 這邊要上了 聽見音上 第一時間先跟對方的肉馬互打 槍兵在後面 三散來遲 但是最後對方的肉馬還是全被收掉 HERA在這個時間點 直接正面擊破了肥龍的正面弓兵 加上肉馬的強勢組合 OK 那現在這個打法 已經被HERA給瓦擠掉了 那HERA現在要繼續進攻的話 肉馬還要再出個幾隻喔 至少來到6隻或是7隻8隻左右的 攻勢喔 才繼續維持 但是肉馬越出越多的話 也就意味著自己的經濟就越差 升級時代就越慢 好 那這邊要開始挖黃金了 準備要來升時代 那大莊園這邊是來到了3個 這個肉會獲取的很快喔 而且石頭也開始挖了 OK HERA現在要打贏的話 對方已經有更多的槍兵跟弓兵 那這裡一定要點瓶種喔 這裡瓶種不點 經濟可能會繼續炸裂 好瓶種趕快點 好 那為什麼我們要講解這些東西呢 是我發現有一些 新玩家們喔 可能不知道到底什麼時候該點什麼時候不該點瓶種 當對方打得很兇的時候 你的兵力正面一定扛不住的時候 一定要去點瓶種這個科技喔 還有這個一級的騎兵鎧甲 但是只要湊滿這三個科技之後 你的弱馬就會成為 西力國裡面封建時代最強的單位了 好 來 正面開打 直接 拉槍兵跟村民直接硬戳 村民這裡差一點 又可以拿一村 但很可惜沒有辦法 最後是有 然後 HERA又鎖住了 肥龍這一波的攻勢 好 HERA這一波已經不虧了 這裡趕快補挖石頭村民 補個兩到三隻就可以 讓自己的經濟可以維持去蓋TC的狀況 好 當然是肥龍拉了更多的槍兵跟弓兵過來 這個意思就是我要把你給搞爆 沒有打算給HERA一個穩定的上層空間 一直出門一直爽 但沒有關係 HERA這邊四隻肉馬已經往前了 換你給我壓力 我也給你壓力 而且我是科技全買的肉馬 這個撞TC有點小傷喔 好像沒有碰到 哇這個村民死了一隻 為了蓋牆 有辦法 但是這邊也損失了一些村民 這也是破爛的城鎮中心喔 很難擋住的原因喔 可以看到 如果村民要回去城鎮中心喔 需要走一段路喔 所以TC要拿來當防守 其實不是那麼的好用喔 好 這裡被戳掉了一隻肉馬關係 只剩下三隻 但是這裡找到了落單的村民 趕快回頭蓋個木牆 哇 肥龍這裡 沒有看到嗎 欸欸兩邊都在 你看我我看你 這什麼情況 哈哈 OK 那Hera還是看到了 連攻兵又再次走得進來 哇 騎一隻村民進來 我死了死了死了 這一波進來 損失慘中 Hera直接大爆炸世界冠軍 直接被飛龍打到 頭破血流 好 Hera在這幾次的大賽裡面 也算是進步很多 他這次的攻勢也確實 讓Hera有點難受 好 四隻攻兵一進來 可能要再死個幾村才行 但是後面毛病過來 臭命也拿過來打架 直接換掉了幾隻攻兵 好 臭命再繼續打 又要再死一村 七村被拿下 Hera跟蒙古 肥龍 臭命差距 已經來到了 十村差距了 哇 太難送了 要是肥龍這邊TC 也沒有閒置的話 差距可能會再更大 但是在忙著打架 跟防守的時候 真的是有點 太困難 好 那現在兩邊都升到城堡賽 沒意外的話 上去應該先開個TC 那肥龍這邊應該會 轉成馬弓路線 好 裝飾艦場 OK 三個升劇艦場了 轉馬弓 好 蒙古的馬弓路線 天生自帶攻速加成 即使不打寶兵 也會有攻速加成 這算是個不錯用的 一個文明選項 OK這邊直接突破 這裡毛兵的騷擾 Hera這邊點下清奇兵的升級之後 肉馬開始往肥龍家裡送 想要盡可能的多抓些臭命 打回一些自己的經濟劣勢 但是馬弓直接不理家裡的問題 直衝Hera龍頭還直接溜了進去 這兩隻駱駝怎麼在這邊呢 喔 這裡圍一下 直接卡住位置 好 左邊這邊再補一個洞 這裡出去蓋TC 好像沒有意識到 肥龍不知道後面有人在蓋TC的樣子 看到洞 但卻是 不知道為什麼會有個洞 可能是忘記補了 喔 但這邊又抓了一村 不錯 肉馬直接把弓路線收掉 直接往前貼 開始進攻 好 馬弓這邊又抓來了一隻臭民 哇 Hera這邊臭民死傷有點多 臭民差距有點巨大 肥龍的經濟資源已經領先了1600支援 好 肥龍這邊點下了 尊重技術 增加一下 好 槍草原持兵 直接戳掉了一台弓炮 弓炮 拉著三隻臭民 把血量給補了回來 現在弓炮 數量保持了兩台 好 正面高地補了一個修道院 哇 這個打架一直打一直掃命 要停的意思 好 弓炮這邊 繼續輸出 打掉一台弓炮 但是兩隻駱駝直接死在了清奇兵的刀下 所以我這一波打得非常兇 一直往Hera正面的石頭放給全力輸出 但還是很希望可以阻止把這個石頭給挖起來 Hera只要把中間蓋跟城堡 石頭跟附金就可以安排了 下面這個TC 有在這個地方 稍微可以檔一下 稍微可以再找個機會 出去蓋寶 挖黃金 也是可以的 OK 那現在挖石頭一直挖 黃金也是慢慢增加 現在Hera要打贏 現在這個搭配指揮 可以直接考慮走弓兵路線 但是已經走弓炮路線的時候 弓兵應該就不會登場了 這邊用弱馬配上弓炮的選擇 也算是不錯的 也算是不錯的 使用這個 波蘭的大中原之力 肉獲得了很多 這裡過來看一下 六隻馬弓又來了 但是會遇到非常多的弩炮 這裡的弩炮直接一個串燒 快要把草原圈直接串死 但是臨死之前有機會嗎 哇 五滴的弩炮活了下來 馬弓直接後面集結 現在馬弓順利的來到了15隻 只要來到20隻的馬弓 Hera就會很危險 馬弓的打帶跑 傷害就會非常穩定 甚至只要兩次集火 就可以收掉一隻輕奇病了 這個數量應該是可以了 好 那目前肥龍是點下一擊挖石 彈到穴 攻兵路線提升上去 但是肥龍卻沒有輔耕技術 這一點就有點危險了 這個農田技術沒有補 這個農田消耗的木材 是非常可怕的 有點挖石 卻沒有點農田 Hera這邊也是 波蘭政壇來說會先點二級農 就算不點二農 二木也是也要點的 但兩個經濟都沒有點 畢竟一直在打架 Hera也不敢掉的輕心 去偷一下經濟科技 好 這一波直接上去 去硬吃 請起兵路線 打好打滿 肉馬再去往前 哇又敲掉了幾隻馬弓 我們起兵回頭 被集火收掉 但是馬弓這邊輸出很高 收掉非常多的肉馬 Hera這一隻 這一隻到守不住了 提前拉了村民往後跑 但還是受傷了幾隻村民 這邊想要硬蓋 可能蓋不起來 有彈道學村民會死得很快 最後還是被收掉兩隻 這個四級要取消 不然180就沒了 OK應該是175 多馬過來 七隻加上母炮 母炮過來防守 這裡的搶金沒必要了 好 肥龍這邊點下了 胡志環 Hera從挖出了城堡 蓋下了貴族特權 接下來產騎士 造價是非常非常便宜的 30塊黃金 隨你按 好 點下了二攻 但是 肥龍本來想來蓋寶 結果看到 Hera這次高地蓋寶 選擇直接在中間的位置對寶 好 但有些村民好像沒有拉到 直接進入城堡的射程範圍裡 兩個這隻僧侶可能有機會收得掉 好 但是Hera要硬上嗎 後面其實有一些馬功 但是覺得還是要硬打 因為這個不上的話 僧侶可能沒有機會可以打掉 OK 一上去打掉 後面兩台投資車 也被洛馬稍微摸到了一下 這裡有機會摸掉一台嗎 一刀拿下 閃人 最後這一隻馬應該是不用跑了 有單倒雪的城堡 Hera這邊點下了騎士 開始轉型了 二級馬卡也有 現在轉型應該是沒有什麼問題 這裡六台奴炮 直接串到 串死了一隻馬功 Hera的目標是要把右邊的地方全部圍上大石牆 專心防守左邊的區域 這樣子唯有機會嗎 現在Hera騎士數量 現在只有少量幾隻 三隻而已 現在開始慢慢量產 現在Hera也不敢掉青星 直接升帝王 雖然帝王的肉量應該是存得到 但是黃金上是比較缺乏的 只有12隻村民在挖黃金 剛好可以即時供應騎士的黃金產量 但是騎士的問題 還是很容易被秒殺回去 20隻的馬功 只要一直激活同一隻 兩發一輪 都一定可以收掉一隻騎士的 怎麼樣才稍微一下 好 騎士一直被打帶跑的關係 損失了非常多的騎士數量 但還好 這邊已經有貴族特權的關係 騎士的死章並不是這麼的疼 右側這裡 有少量騎士兵過來 抓掉一些蒙古突擊 喔 肥龍已經開始轉型成功了 肥龍的馬功 開始變成了蒙古突擊 而不是一般的馬功了 那這樣的優點呢 是只要蒙古突擊一成型 奴炮可能也擋不住了 所以待會後來要思考是 到底要不要轉成 這個強奴路線 但普蘭的強奴有個問題 是並沒有三級的工兵鎧甲 其實跟蒙古突擊對峙的時候 很容易受到頭破血了 我覺得逐利還是要透過這個 貴族特權的騎士 再配上工程器奴炮 或者是打這個戰毛兵 作為防守就可以了 好 那肥龍這邊率先點一下帝王思奈 那左邊稍微農了一下 終於上去 Era這邊沒有過度按騎士 又稍微挺下騎士 好 現在左邊其實沒有圍死的喔 這裡要不要找個機會圍一下呢 還是 大會就找個機會從這邊圍起來 好 結果肥龍是先率先開始蓋血的萬里長城 好 這邊二級的馬凱也點上 現在帝王時代還有30秒左右的時間 好 27次的騎士 旁邊決戰帝王 旁邊決戰帝王 好三級射化學先補下 好安息人戰術 待會騎兵馬功誤陷就會成型 那肥龍這邊就要考慮要把我轉騎兵傷害 或是先轉個大洛馬出來 但是現在最重要的事情了 還是要趕快先提升巨型頭時機喔 好 現在大家都是村民術 差不多 肥龍這邊是稍微落後的 稍微領先的 這位騎士怎麼直接硬上了呢 哇 動裝騎士剛好不等三攻 但不等三攻的話直接開打時間好事嗎 我覺得好兄弟危險 動裝騎士雖然雖然很多 還有23隻 但確實也打到了非常多的傷害 這一波波蘭人直接突破了肥龍的正面防線 馬功直接死上一片 騎士雖然還很多 波蘭帝出一波的騎士非常可怕 哇 我剛剛想說應該會等到三攻好再上啊 結果現在三攻這個時間才好 但已經打完了第一波的大型會戰 喔 防不勝防防不勝防 Pera的戰術就是這樣子 一變身就上了 我也不管到底有沒有三攻 好 OK 那現在肥龍是繼續等下 裝法技術 但城堡呢 還是被打掉了正面的這一個 這意味著肥龍大會有機會 可以偷偷來挖黃金 那下面這根城堡 雖然能暫時守住 好 中裝騎士已經溜到家裡 但肥龍開始在家裡按了一些駱駝 但只有一兩隻而已 可能還是要拉斜蒙古圖機回家防守嗎 好 駱駝擋住了 好 正面又有騎士再度衝過來 直接上去硬砍 但是中裝騎士的損失數量實在是有點快 沒有三級的騎兵鎧甲 坦度真的是不太夠 訓練防護力畢竟只有四點而已 蒙古圖機則是有八加四十二點的傷害 哇 這打下一下八滴 太猛了 好 OK 現在 燈驢有點拉到了 所以剛剛全部蒙圖停在一起 右邊城堡 現在 有點危險了 可能要被打掉 但是這邊HERA要盡可能使用騎士擋住 HERA的黃金已經來到見頂 決定選擇了轉出大肉馬的升級 好 再稍微收村 過來想要直接收巨頭 三台巨頭可以直接拿掉 但是要直接讓所有的蒙古圖機往前衝 後面要被圍起來 要關本獸了嗎 但是直接原地返回後面再圍了一下 這一波圍 用村民擋住 好 這裡直接被迫往下離開 最後蒙古圖機還是順利走掉了 哇 這一波HERA 直接被收掉三台巨頭很傷 蒙古四座城堡 還屹立不搖 OK 現在 蒙古圖機數量來到了22隻 凍莊騎士數量還有9隻 現在大肉馬還有10隻 凡數肉馬開始打消耗戰 但HERA應該沒有意識到是自己2級伐木沒有點了 雖然點下了金罐 列克提克遺產 但是經濟很差 似乎沒意識到 三級農田也沒有點 突然的三級農喔 我是覺得有點的這個價值喔 畢竟立即收成的肉量實在是太香喔 好 這邊直接衝到裡面 在TC底下開打 現在突然大眾一直被騷擾有點難受 好 可以開始往外 往右可以挖野精 跟野獅 飛龍這邊點下了三攻 也要準備來轉肉馬了嗎 好 忽然的大肉馬直接往前貼 不管 直衝 直接進入了兩棟城堡 射程裡也沒差 但是這樣一衝可能會讓自己的肉馬 跟啟命幹位全部正面暴斃 飛龍這邊沒有點下三級射 沒有考慮要點下戰毛兵呢 好 飛龍到了地龍時代 五十分鐘 終點下了一級農田 哇 這個強攻的優勢越來越大 經濟也開始補了上去了 現在沒有餘力 可以點出其他東西 飛龍這一波又再次衝了進來 蒙圖技真的太難擋 圓滿科技的蒙圖 開始拉打了 走A 走A 再走A 這邊量有點多 趕快往後撤一下 好 飛龍這邊肉馬已經提升完畢 只差一個大肉馬了 好 再稍微存一下肉跟黃金 大肉馬升級上去 就很好用的前排騎兵單位了 那HERA已經被點下一堆大肉馬的關係 現在只能用肉馬贏戰 也沒有戰毛兵 但是擴散傷害效果其實很不錯喔 HERA這邊的血量雖然掉的也很快 但飛龍這邊也是蠻多的 也是損失了幾隻蒙古服器 剛剛也是倒了三隻 現在HERA 突然的肉馬數量要再多一點 至少要六十幾隻 可能也是包掉這一坨大軍喔 但現在很明顯要啃到這個數量 是很困難的 HERA的資源已經來到了見底 好 右側馬攻就去拉打 現在38隻的數量 指令輸出 哇哇哇哇 這一波這一波 有點小傷 好 右邊直接收掉生女 好 右邊直接收掉生女 好 現在騎兵數量回到了36隻 蒙圖數量現在是43隻數量 很明顯飛龍是有絕對性的優勢 甚至現在大肉馬也已經出來了 而且這個肉馬血量高達118滴血 光扛這個大肉馬就可以扛很久了 所以HERA沒有轉戰喔 我覺得算是一個 不太能打的一個結局喔 只靠肉馬 有點太鐵頭了 HERA這邊有機會包得到嗎 數量不夠 至少60隻 至少60隻 但這邊只有340隻就往前衝 飛龍這邊瘋狂拉打 擊殺掉了非常多的肉馬 飛龍這一波拉打 拉打非常漂亮 哇這邊應該是用停止的方式 以及擊殺了70幾隻 79隻 81隻 死傷一直在往上攀升 HERA的肉馬已經供應不了前線的作戰 肉雖然來到72片田 但最終還是抵不過飛龍的瘋狂 蒙古土技 碾壓射擊 應該是沒了 只要被打到大中原 突然就要投了 好 HERA這邊打出了GG 我們恭喜 飛龍拿下比賽勝利 哇最後出了88隻的重裝騎士 跟173隻的肉馬 飛龍這邊是出了114隻的蒙古土技 最後還是不敵 飛龍的蒙古土技 這個數量雖然看起來沒那麼誇張 但是也是蠻多的 破百的馬功也是蠻不容易的 好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 飛龍最後是拿到76000的資源 史物雖然輸了 但是其他資源都贏 甚至還有4勝物 基本上要打大好喜 也沒有太大的問題 好啦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裡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按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